自从送他们上到战场的第一天开始 就不停地担心 不停地祈祷 整日过得心惊胆战 在外面还要维持自己的仪态 不能失态 尤其是世子夫人 她是国公府的当家主母 若是连她都表现得焦躁不安 那么底下的人更不能好了 多少委屈多少心酸 在这一刻发泄出来 看着骑在高头大马之上 一直肃杀之气的孩子 又发自内心的自豪 那是自家而老 等到大部队走过去之后 众人还久久不散 连皇上都知道了今日的盛况 笑着说了一句 这是他们该得的 首领几人去进攻面圣 顺便处理俘虏仪式 其余士兵就开始到驿站休息 这一次跟随大楚军队回京的 还有一个特殊的人物 那就是和楚军域有着种种传言的敌方女将领 也是达达公主 托雅 她是代表自己的国家来谈判的 达达本就是游牧民族 以武为尊 不论男女都是在马背上长大的 能歌善舞 能武好斗 托雅虽然贵为公主 却能力不凡 也是一个比较有野心的女人 在他们国家还挺受尊宠的 大皇子直接把托雅一行人 安排到驿馆 等候皇上召见 本就是战败一方 没有道理事事以他们为先 三军将领则是入宫面圣 皇上愣功行赏 赏赐金银 宅子 良田等等 将士们献恩之后 即可回去稍作休息 晚间还有御慈庆宫宴 皇上大摆严席 为勇敢的将士接风洗尘 四平以上的大臣 均可携带家属参加 有些将领还没来得及回家 家人想要见他们 还要等到晚上的公宴 不过家属和行进大军是分开的 由于带着孩子妇女 所以行程会比先头军队要慢 因为回京复密有时间限制 他们不敢耽搁 不过那些人也快到达京城 世子夫人从酒楼回来 就开始着手准备 一直念到瘦了 黑了 回来要好生补补 心疼得不得了 心中激动 就一直觉得时间漫长 好容易等到时间 赵舅吃了个半饱进宫 众官员 在自己府邸对应的位置落座 等到皇帝到来 三军将领端坐在御策的位置上 与家人遥遥相望 皇上到来之后 众人下跪行礼三呼万岁 之后在皇上的事意之下 各自落座 庆功宴又是喜晨宴 也邀请了托雅公主 众人对这位能够上战场的公主 都十分好奇 托雅脱掉了战袍 穿上了他们民族的服饰 身材高挑火辣 肤色偏身 无关立体 典型的抑郁美人 行动落落大方 上前给皇上行礼 亦不用下跪 皇上摆手赐座之后 吩咐宴会开始 宫愁交错之间 有歌舞相伴 刘景瑶拖着腮帮子 看众人百态 无论是柳恒鱼 还是楚军玉都很忙 一战成名的将领 身世背景雄厚 巴结的人自然不在少数 即使他们一脸冷肃 也依然阻挡不住人们的热情 他眨眼看着 那个一副巨人鱼千里之外的楚军玉 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 一举一动显示出良好的教养 不过却面无表情 眼神冰冷 即使如此 也有不少女子偷偷朝他看去 楚军玉脾向好 这一点从小就可以看出来 如今战场上磨练出来的血性 那一声肃杀的气场 却让人忽略他的容貌 第一感觉就是这个人很冷酷 而他又举止优雅 竟显高贵气质 让人觉得他就该是这种表情 有一种让人想要膜拜的冲动 刘锦瑶有些疑惑 这个人真的是之前那个有些拘谨 说话都小心翼翼的楚军玉 听出委屈之意什么的 果然是他耳朵出了问题 这么一个人形杀气 怎么可能会有向人示弱的时候 他在这里神游天外 楚军玉已经朝他这边看了好几眼 心中也有些烦躁 他已经尽量朝外放冷气了 怎么还有这么多人 前仆后继的来敬酒 真是烦人 就在他的耐心快要告情的时候 皇上一挥手 就要进行下一个节目 由各府小姐来表演节目 总算是解救了那些 还想要来给楚军玉敬酒的人 当然是解救他们 没看到楚军玉的表情都已经想要杀人了吗 真是没有一点眼色 这一次有许多都是各府的庶女 因为那些将领基本上都已经娶妻 不过若是有看中哪一个 还是可以纳进门作妾的吗 打的就是这个主意 所以这一次节目观赏性就更强了一些 那些舞蹈呀什么的也都出来 扭腰百块什么的也不是没有 不过在看过节目之后 托雅就有些坐不住了 在最后一个参与表演的小姐下去之后 她就起身对着皇上行礼 尊敬的皇帝陛下 托雅请求表演一个节目 不知皇上能否允许 皇上当然没有异议 笑着点头应允 还问呢 托雅公主可需要什么准备 托雅明显的有备而来 再次鞠躬行礼 多谢皇上 托雅自己有所准备 既然如此 那就等着看就是了 刘锦阳和大多数人一样 都来了兴致 这个公主能够上战场打仗 还能歌善舞 人家是全才啊 托雅公主表演的是舞蹈 跳得她们的民族舞 热情而奔放 许多官员一边看着赏心悦目的 一边在嗤之以鼻 觉得一国公主如此不端庄 成何体统 就连托雅公主上战场 都被这些人诟病不已 女子就该在家相扶轿子 抛土露面 还混迹在一众男儿之间 简直丢人现眼 但是托雅公主 那充满抑郁风情的美 也引得众人 频频张望 这会儿更是赤裸裸地 盯着人家看 毕竟是风俗不同 被那么多人注目 也没有让托雅觉得 有任何拘解 反而更加奔放起来 她们本就是自由的民族 和京城那些 读着女寺书长大的女子 自然是截然不同 没见过这种阵仗的 有些就看不过眼 刘锦瑶倒是看得津津有味 她是能够欣赏这种美的 看着她在中间旋转扭动 节奏感十足 这种舞蹈 是很容易带动大家的情绪的 等到托雅跳完之后 也是微微喘息 双手交叉至于胸前 公身谢幕 皇上带头鼓掌叫好 差点说出赏来 还好反应及时 这个公主 她不是咱们国家的 有皇上带头 众人自然要紧随其后叫好 托雅礼貌谢恩 却没有立即回到座位 皇上一看她这架势 就饶有兴趣地问道 公主 可是还有什么要求 托雅再次议理 尊敬的皇上 托雅有个不倾之情 还望皇上成全 托雅和汉人打交道比较多 而且她身边就有一个绣娘式汉人 所以她的汉话说得极好 连成语都会用 皇上挑眉看向她 哦 不知公主 要说何事 没有听到她的要求之前 怎么会直接答应 托雅也不在意 大胆地抬头 直接说道 托雅一直对大楚而狼 心存倾目 这次来大楚 也有为托雅寻找夫君之意 不知皇上能否成全 原来是这事啊 皇上哈哈一笑 倒是不在意她的大胆 不过也是知道底下 肯定有许多人 对这个公主大胆的行为 瞠目结舌 而且这样的女子 若是不能够欣赏 放到哪家都是灾难 皇上猜测的没错 听到这话的人 几乎都对这个大庭广众之下 口口声声说夫君的公主 给惊呆了 大楚认为 自顾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岂能容忍女子自己开口提出 即使是那开明的人家 也是在经过父母之后 才会询问一下子女意见 这已经算是极好的了 更多的是问都不问一声 直接定下来 托雅的大胆言论 自然引人注目 皇上看到这个场景 也没说什么 只是他不会直接答应 而是婉转的道 公主 公主尽管开口 这里就有许多有秀儿了 只要你挑中的 而对方又无欺事 且愿意对公主有心的 朕就做主 为你们赐婚 这话中有许多的限制条件 首先是没有娶妻之人 皇上总不能逼着人家 停机再娶 还有就是要对方也愿意 他可不要去做这个坏人 要是不愿意 你可以拒绝 不要赐婚之后 再来找正哭诉 托雅丝毫不在意 他对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 因此十分开心的道谢 然后就看想再做各位 大家无缘由的 就想起之前的传言来 一直传言 托雅公主心意平王世子 之前在两军阵前 当众表白被拒绝 那么这一次 会不会是借由此次机会 让皇上逼迫世子就范呢 想到这里 大家看着楚军玉的眼神 就有些不一样了 这么可怜 竟然被这么一个女子给冰上了 还一路追到京城 到皇上跟前求人 这样一看 托雅公主可真是个痴情人啊 看着大家的目光看向自己 楚军玉不耐烦地皱起眉头 这些人是怎么回事 那眼神 那眼神怎么这么欠描 柳锦遥以真大眼睛 看向楚军玉 不会吧 看着他那震惊的表情 楚军玉对其他人 尤其是托雅公主更加不耐烦了 尊敬的皇上 托雅心仪柳将军已久 不知可否 允许托雅和柳将军说几句话 他说的柳将军 正是柳恒瑜 这话一出 别说是在场 本来以为托雅心仪 储君玉的众人了 就连当事人柳恒瑜 都一脸震惊 而世子夫人则直接皱起了眉头 难道这个公主不知道 他口中的柳将军 已经娶妻生子了吗 柳锦遥感觉自己的表情 一定很傻 喝上嘴巴 看向楚军玉 楚军玉则是一派淡然 仿佛早已料到这一切 难道之前的传言有误 托雅一直喜欢的人 都是自己的大哥 那储君玉这个 是怎么传出来的 皇上也很惊讶 不过毕竟经历的事情多 只是一瞬间就恢复正常 不知如何想的 竟然点头了 柳锦遥觉得皇上 一定是想要看戏 托雅谢恩之后 就走到柳恒瑜面前 不过不等他开口 柳恒瑜就起身行礼 在下多谢公主厚爱 不过恐怕 要辜负公主一片情谊了 在下已经成亲多年 且欲有一子一女 所以说在下 无法回应公主厚爱 请公主另选他人 在下在这里祝福公主 能够觅得真心人 你已经成亲了 托雅一脸震惊 显然是不知道详情 语气惊讶中 带着失望 柳恒瑜 是 在下只能辜负公主 一腔热情 托雅有些失落 又问了一遍 你真的已经成亲了 柳恒瑜有些无奈 千真万确 公主若不相信 何以询问在所诸位 好吧 他失望的转身 看着颇有些落寞 皇上好像也觉得 让这位公主伤心了 于是就笑着道 大初还有许多 像柳将军一样优秀的儿郎 朕相信 公主一定能够找到 一个核心意的 托雅还是向皇上道谢 然后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不过经过了这个事情之后 宴席才差不多到了时间 也是为了让这位公主 缓和一下 就直接宣布散席 众人纷纷离席 就连之前看不惯 托雅举动的人 此刻都觉得 被拒绝的公主有些可怜 人家毕竟是追求真爱 最后却落到落寞收场 楚军一看着众人反应 嘲讽一笑 一群愚蠢之辈 他的这个笑容 正好落在刘锦瑶的眼里 顿时就觉得 好像事情并不像表面上 看起来的那么简单 第六十六章 下完 感谢收听 由最皇林为您播讲的 柳家七娘子 托雅一直是个野心勃勃的女子 否则不会自己要求 主动上战场 这一次的征战 计划了许久 本以为会取得胜利 就可以让她的人气 再生一个台阶 没料想 最后确实惨败 使得托雅在国内的人气 骤然下降 在人们心中的威望 也大不如同前 她的父王有许多的老婆 然后她就有许多兄弟姐妹 再以武为尊的草原 并不会限定性别 只要谁的能力比较出众 能够得到人们的拥护 那就有可能统治这个国家 有野心的又何尝是她一个人 只不过她的那些兄弟姐妹之中 有能力的确实是不多 更不要说是有勇有谋的了 许多贪身怕死之辈 一心想要荣华富贵 却还做着当上王的谋 她自认自己有勇有谋 只不过背后势力过于担保 若是有一个强有力的后盾 来支持她的话 登上王位 指日可待 但是这个帮助她的人 也不能够是想要 坐收渔翁之力的人 她可不想要鱼虎谋皮 那么什么关系才是最牢靠的 自然是联姻了 所以她选夫君只是一个借口 其实是想要找一个助理 一开始看中楚军玉 即使有她皮相的因素 也多看中她的才干 发觉她是世子之后 知道她不可能跟着自己 回到自己的王庭 正好又被拒绝 于是就顺势而为不再纠缠 她想要找一个好控制 又有能力的 这样的人何其难寻 更何况她的目的 还是让对方跟随自己 回到草原 这对草原的人们来说 也许根本不是个事 甚至是极为普遍的事情 但是托雅对中原文化 有所了解 自然清楚中原对此有多排斥 在中原 这就相当于是入赘 那是极为不体面的事情 一般人家都不会这么干 对方跟随自己回到草原 也就意味着要远离故土家乡 对于中原这种对故乡 有着根深蒂固印象的人来说 也是极为不能接受 中原讲求一个落叶归根 背景离乡的人们 无论在另外一个地方 取得了多大的成就 等到老年也还是想要回到自己的故乡 这和游牧民族有着天大的区别 游牧民族没有故乡一说 一直随着积极的推移在换地方 对于故土 也就是自己的出生地 也就没有那么深的感情 然后就是饮食文化的差异 中原尤其是京城 一切都要求精致小巧 一草一木皆可入化 一杀一食 据是诗意 用善意要用精致漂亮的瓷器 或者银器称放 菜肴要做出各种漂亮的造型 还要食不严 寝不语 用善都不能发出任何声响 整个餐桌沉闷无比 其实拖牙有时候也是不理解 为何偏要把菜肴 做成各种漂亮的 让人不忍下快的造型呢 最后不还是被吃掉了吗 草原上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多痛快 这么小气 也是让人有些受约束 凡此种种 这样大的差异 也让中原人很是不能适应 草原的生活 也加大了他选夫君的难度 本来想要让皇上先答应赐婚 他再选的 结果这个皇上太狡猾 还给两个限定条件 他就只好先博取一下同情了 托雅不是战俘 皇上也没打算限制他的自由 当然这个自由也是有着先决条件的 那就是不能去到射击机密的地方 想要去一些景点或者是集市都无所谓 索性有人专门盯着 也不会让他们闹事 然后来到京城 没几天 他就打听到了不少东西 当然也是无伤大雅的消息 不过这对托雅 却是极好的消息 因为他打听到 储君玉的母妃早逝 他不得父王喜爱 继母妃也不得宠 被一个侧妃和侧妃的儿子压制 也就是说储君玉在京城不得志 这对他来说绝对是个好机会 因为他相信储君玉心中 不会没有任何怨言 尤其是自己母妃的死 还和那个侧妃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时候 他若是不甘心 自己是否就能够抓住这个突破口 和他寻求合作呢 到时候他帮自己做上王位 他就帮他夺回他母妃的一切 越想越觉得十分可行 想到这里 托雅露出自信的微笑 不管托雅如何想 在庆功宴的第二天 京城就有了新的传言 关于那个敌方女将领 和我们大楚将领之间 不得不说的爱情故事 参加庆功宴的 都是一些官员及其家属 这个传言是如何来的 所以可见 这些大臣也是有够八卦的 不过这个传言一出来 就引来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是同情 连续被拒绝这个女将领 也是真的可怜 另外一种就是觉得这个女将领 水性洋花 这才多久就一亲别恋了 所以被拒绝也是活该 而且见过楚军玉和柳衡渝的人 都觉得这么优秀的两个大楚将领 岂是他想挑就挑的 托雅听到传闻 也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而世间的男主角 其实也没怎么放在心上 楚军玉仿佛一早就看透了托雅似的 根本就没当回事 听到关于她的传言 也只是一笑而过 这种明显不合逻辑的东西 竟然会有人相信 脑子被驴踢了吗 至于柳衡渝 他很忙 没有时间想这些事情 忙着安顿士兵 忙着和家人团聚 还要忙着准备迎接老婆孩子的回归 本身就忙 而府中也无人觉得这是个事 更加不会巴巴地告诉他 所以外面的那些个传言 都已经传了好几日了 他还压根就不知道 蜡欲二十五是柳锦英的深沉 全府上下一片喜气忙碌 却不是为了给他庆深沉 而是赵可欣和谢月寒一行人 终于抵达京城 柳衡渠和柳衡渝早早地就带人亲自去迎接 府中众人也在翘首以盼 谁还记得一个小小的刘锦英的深沉啊 自己的风头被人给抢了 刘锦英气得直摔东西 小僵士赶紧拉着劝 这事就是个巧合 人家又不是故意的 更何况 世子夫人还提早就打了招呼 说是晚上有个家宴 正好一起帮英姐儿庆生 小僵士还能说什么 于是就拿这个来劝说 晚上全家到齐的时候 正好一起帮你庆祝多好 你看上个月 锦瑶不也是一家人一起热闹一下吗 但是刘锦英还是不满意 她都已经提前问刘锦瑶挑衅过了 说着自己的深沉宴一定办得比她的隆重 结果呢 竟然成了顺便的那一个 现在大家的心思 都在要回来的那几个人的身上 谁还会注意到她 气得不行 觉得这些人就是故意跟她作对 连还没回来的赵可星和谢月寒都怨上了 刘锦瑶比较厚道 没有在这个时候去嘲笑她 主要也是怕这个要强的丫头 再闹起来不好看 今天这么高兴的日子 当然不能让她给闹没了 所以即使心中很是心灾乐祸 面上还是不动声色 让你到我跟前放话 让你嚣张 该 她开开心心地来到老太太处 三房里的人都在这里等候 一请安过后 老太太就招手让她到自己身边来 你两个嫂子回来 小琪很开心 刘锦瑶笑着点头 嗯 还有一个侄女 两个侄子 家里又添了几个小孩 今年过年 可热闹 老太太现在就喜欢热闹 一大家子一起才是最好 身边的孩子数刘锦瑶最小 如今也已经快长成了大姑娘 现在又添了几个小的 才不会让人觉得寂寞 二夫人还满脸笑容地猜测 小孙子长多高了 壮不壮 虽收到过几幅画像 但是这个时代的画像太过抽象 还真是不容易看出真人长什么模样 世子夫人也跟着一起想 她的乖孙长多高了 说得很是热闹 这边热热闹闹地说着话 哄好了刘锦瑶的小僵尸 才带着人过来给老太太请安 刘锦瑶一身促心的衣裳 她喜欢粉色 红色 衣裳的颜色也大多以粉色和红色为主 今日就穿了一身红 好身打扮之后 也是一个漂亮的姑娘 只是脸上却没有多少笑容 即使被她娘劝了好久 也还是对风头被抢一事耿耿于怀 只是她有些处老太太 在她面前是绝对不敢放肆 请安之后就老老实实地待在她娘身边 偶尔朝刘锦瑶看过去一眼 想看她是否在嘲笑自己 刘锦瑶一切正常 见她看向自己的时候 还对着她笑笑 刘锦瑶就立刻低下头 抿着嘴不知道在想什么 众人对小僵尸的态度转变了许多 这也跟老太太的态度有关 她虽然恨姜一娘 却也不会牵连无辜 之前就一直冷眼看着他们四方 见四老爷还是那么的爱作死 是很不待见 不过后来看到小僵尸的作为 倒是对她有些改观 后面态度的转变 有不牵连无辜的成分 也有给小僵尸一个后盾的意思 她只是表个态而已 然后看着小僵尸和四老爷闹 又不会让他们损失什么 小僵尸其实心中也明白 不过倒是不会怪老太太 若是她处于老太太这个位置 只不定做的还不如老太太呢 她可不确定 自己就真的能够毫无介怀地 去对待之前的仇敌 她现在要做的就是不可以讨好 也要礼仪周到 因为她知道和这边交恶 对他们一点好处都没有 也算是看清楚了 无论是国公爷还是晚非 都指望不上 四老爷更不必说 如今就是个废人 还时常出来拖后腿 她的光阁 以后只能靠她的几个伯父 不管怎么说 都是一个家族里面的 相信光阁如果有能力 又是个拎得亲的 大房不会看着不管 也不用的 只需在外面说上一句话 承认光阁这个侄子就足够了 最近几年 她就一直在教导柳恒光 让她看清楚府中的形势 也让她多亲近大房和二房的几个堂哥 一个人的精力有限 她既要管理着四房的一切 还要预防着四老爷作死 然后再抽出时间 教导光阁 所以分给刘锦英的时间 就有限得很 而刘锦英打小被浇灌得有些过了 后来再怎么掰都很难掰过来 导致她如今 还是这般任性不懂事 小江是一直关注着刘锦英的举动 生怕她在这个时候耍性子 哪怕已经承诺过 再给她多做一套新衣裳 多打一套首饰 她也是不敢保证 自己的女儿不会闹 庆幸的是 直到赵可星和谢月寒一行人回来 她也都是安安分分的 让小江是松了一口气的同时 也开始笑着寒暄 他们回来最激动的 莫过于世子夫人和二夫人 各自抱着自己的孙子孙女亲热 老太太也是一脸开心 赵可星的心思变得更加豪爽 谢月寒和走的时候相差不大 他们轴里两个关系倒是十分融洽 第六十七章 上 完 感谢收听 由醉黄林为您播讲的柳家七娘子 柳诗宇今年已经九岁 被教导得极好 规规矩矩的行礼 不过看着性子也是个活泼的 尤其是看到刘锦瑶的时候 还是没忍住走到她跟前 小姑姑 刘锦瑶还很有长辈样子的 给这个侄女和两个侄子 准备了见面礼 以柳诗宇准备的 是宫中赏赐的珠花 粉色 紫色 蓝色 各种珠子穿到一起 组成一朵花的形状 亮晶晶的 很是漂亮 果然柳诗宇很是喜欢 就知道你会喜欢 这可是小姑姑专门给你留的 谁要都不给 她一脸得意的邀功 柳诗宇甜甜地笑着道谢 谢谢小姑姑 小丫头长高了不少 脸上虽然还带着婴儿肥 却也能看得出 是个鹅蛋脸的轮廓 很有古典美 眼睛亮亮的 一笑弯成月牙 很讨喜的长相 柳诗宇还能记住府中的人 但是浩哥和续哥 都是一个都不认识了 浩哥跟随柳痕渝和赵可星 离开的时候才三岁 小孩子本就忘形的 哪里还记得 续哥更甚 从出生都没回过京城 是真真正正的 第一次见到府中的众人 不过他养得很是虎实 三岁的娃娃 长得白白胖胖的 一点都不怕生 一双大眼睛 好奇地看着围着他的众人 让喊人就喊 可是把二夫人喜欢坏了 他打小就跟着自己的娘 住在了外祖父家 一家子武将出身 才不会去教养小孩子呢 他才三岁就已经被他舅舅 拎着去扎马步 谢月涵也不管 还在一旁乐呵呵地笑 到时谢将军和谢夫人 心疼外孙 把兄妹两个批评了一顿 然后解救了续哥 续哥长得虎实 他舅舅整天逗他 要么抛起来 要么搞怪训练他 他不但不会害怕 还挺喜欢这个舅舅 就算是被压迫着去扎马步 都不讨厌舅舅 威远将军 可以狠心地教导 训练自己的儿子 对外孙 却怎么也下不去手 续哥硬生生地 把一个铁血将军 变成了外孙控 哪怕骑在自己脖子上都开心 谢夫人更是如此 这一次幸亏是跟着一起回京了 否则的话 哪里舍得让外孙离开 相比较而言 靠哥就稳重一些 才五岁就开始绷着一张小脸 规规矩矩的行李 做事也是一板一眼 无论是站着还是坐着 小身板都挺得笔直 明明长得萌萌的 却偏偏要严肃着一张脸 可是把在座的女性长辈的心 都给福获了 靠哥是长房嫡长子的儿子 也就是柳国公府的嫡长孙 他身上的担子不轻 所以柳恒于打小就对他要求严格 硬是把一个可爱的小正太 给养成了一个小冰块 老太太看着三个孩子 是打心里觉得开心 不过体谅他们一路舟车劳顿 又要照顾孩子 就让他们回去休息一下 这一次该不会再走了 以后的时间多着呢 先回去休息一下 晚上家宴的时候再续 虽然身边有许多人帮忙照顾 这一路上一直赶路也是真的疲累 赵可欣和谢月寒也不推辞 各自带着孩子回到他们原来的院子里 自从他们离开 院子也没有荒废 一直派人看着 每日打扫保持人气 屋子里地龙烧得旺 被子都是全新的 熏过香透过气 现在进去连热水都是现成的 让劳累的一路的他们 被感温暖 回家真好 晚上的家宴 总算是还记得是刘景英的生辰 众人也纷纷给送了礼物 虽然大家关注点 还是新回来的三个孩子 也算是安抚刘景英那脆弱的小心灵 她不再摆着脸色 大家面上也都好看 休息了两天就到了年根上 蝎云寒是个坐不住的 就怂恿着赵可心一起去逛街 反正府上什么东西都已经准备妥当 也不用他们插手 这么久没有回京城了 总是还有些新鲜感 赵可心已经带着孩子回过娘家 确实是无事可做 于是就点头答应下来 不过最后成行的时候 后面就多了几个脱油瓶 柳诗宇听说她娘要出门 就央求着也要去 觉得自己玩没意思 就要拉上刘景瑶 刘景瑶当时跟刘景倩和刘景云一起 于是也邀请他们一块 而刘景英在听说之后也要跟着 然后呼呼啦啦一大堆 本来就是去玩 谢月寒和赵可心也不在乎多几个人 人多了反而热闹 就是都是女孩子 出门的时候就要格外的小心 柳恒宇干脆多派一个侍卫跟着保护 现在特殊时期 京城守卫森严 倒是已安全得很 女人逛街去的最多的地方 就是卖胭脂水粉的 卖首饰的和卖布料的地方 即使谢月寒在这个边关长大的女汉子 也不能免俗 几人来到琳琅阁的时候 受到热情的招待 一看他们一行人的穿着打扮 店伙计就要领着他们上二楼 只是谢月寒想要在下面看看再上去 伙计就顺从地开始帮忙介绍 这里琳琅满目 对女人的诱惑力是无法抗拒的 于是大家各自看起自己心仪的 谢月寒还豪气冲天地表示 他们看中了哪一件 他来付银子 有人送自然是不能客气呀 刘锦阳他们就欢欢喜喜地开始挑选 他们凑到一起开始评价 看看选哪一个好看 柳诗语也跟着凑热闹 刘锦阳看了他们一眼 撇撇嘴也不上前 他就知道会有人出银子 跟过来果然是对的 然后开始挑选平时他娘不愿意花银子 给他买的比较贵的首饰 那一副小家子气的样子 连刘锦阳都看不上 刘锦阳看了他一夜 也不去打理他 这一层的东西 价格都还算是比较便宜的 随便他挑选吧 最贵的也不会超过一千两 这点子东西 谢月寒还真的不会看在眼里 不过二层就不一样了 二层都有小包厢 店里的伙计会把店里最贵的首饰送过去 让客人挑选 随便一件都在千两以上 上万两的也不在少数 这些人常年和客人打交道 见得多了之后 光凭站姿都能够判断是不是有钱人 然后就会选择 要不要把人带上二层 都是人今 这边正在选的时候 突然看到从楼上下来几个人 刘锦阳抬头一看 就有些紧张的看向赵可心 因为从楼上下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如今京城之中传言正盛的 托雅公主和她的女婢 托雅今日一身中原服饰 原本保守的衣裳 竟然被她穿出来另外一种性感的韵味 连她身边的女婢都是一身中原服饰 不过她们那不同于中原女子的身高和深刻轮廓 还是让人一眼就看出来她们的身份 不过本来就不认识 倒也不会有什么冲突 刘锦阳担心的是赵可心 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传言 见赵可心看了拖雅她们一行人 一眼就转过头 继续和谢远涵讨论 连表情都没有丝毫变化 也让她松了一口气 可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到了大哥大嫂的感情才好 托雅根本就不认识她们 更加不会知道 这里面还有一个是她取而代之的女子 带着自己的人尽职离开了琳琅阁 刘锦阳发觉 店里好多人都悄悄地打量这个异国公主 不过托雅却似习为常义般 丝毫不为所动 不过等托雅一行人离开之后 赵可心又朝那边看了一夜 不知道在想什么 各自选好自己想要的之后 谢远涵果然帮他们都付了银子 让人直接送到柳国公府 一行人又去了烟织铺 都逛完之后 谢远涵就提议去第一楼吃海鲜 变观什么都好 但是也不得不说 还是没有精准美食多 尤其是海产品 更是难得 赵可心心有气气焉的点头 看着就挺可怜的样子 刘锦阳笑 正好现在第一楼还有螃蟹 冰水里出来的 虽然错过了最佳吃蟹的时日 有这个倒也能解解馋 谢远涵大手一挥 走 那还等什么 一听到说去第一楼 众人的眼睛都亮了 逛了这许久 着实有些恶 于是几人就开开心心的 来到第一楼 也不知道是冤家路窄 还是怎么滴 在楼里的跑堂 刚要领着他们去包厢的时候 就看到从楼上下来一行人 没错 又是拖压他们 只不过 这一次又多了一些人 刘锦阳他们几个女孩子 都带着木梨 往旁边让一让即可 不过 他还是睁大眼睛 看着眼前的一幕 谁能告诉我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楚居 会带着拖压公主来酒楼 不只是他惊讶 在座的众人都十分惊讶 这几天那个传言正善之时 女主角竟然又换了一个男主 这是什么情况 她本来还在担心赵可星会不会吃醋呢 这会儿 人家拖压公主就已经放下过去 奔向美好未来 不 应该又回归到了旧爱 阿呸 这都是什么比喻 楼里已经有人开始窃窃私语 用自认为比较隐晦的眼神 打量这一幕 楚居玉气场强大 周身自成空间 不断地朝外冒冷气 这是被人看得不开心了 拖压好似没有感受到这一切的变化 依然笑着和楚居玉说话 看样子心情十分愉悦 楚居玉虽然话不多 却也耐着性子听着 可能是因为在外面 两人之间刻意保持一点距离 说着话 楚居玉一抬头 就看到刘锦瑶一行人 虽然带着木梨 她也能够一眼认出来 不知为何 竟突然有些心虚 想要上前打招呼 又想到自己如今不大方便 心中就更是烦躁 不想要再多做停留 率先走在前面 走到刘锦瑶跟前的时候 脚步顿了一下 就又恢复如常 刘锦瑶好奇坏了 心仰难耐呀 谁来告诉我 故事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转折 等他们走后 楼下用餐的众人 是再也压抑不住 内心的洪荒之力 纷纷开始讨论 这拖雅公主变得可真快呀 庆宫宴的时候 不是还对柳将军念念不忘吗 怎么一转眼 又搭上了贫王世子了 然后还有人就说了 这几天都是贫王世子 在陪着这位公主 大冷的天 带着看风景 看什么风景 自然是眼前的美景了 然后有人问了 这拖雅公主在庆宫宴上 是不是故意说心仪 柳将军 好让贫王世子吃醋啊 柳将军一看就是有欺世之人 拖雅怎么可能会不知道 他一定是故意的 这话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 于是就又出来一个什么欲擒故纵 让他看明白自己的心啊之类的结论 然后众人欢快达成一致 我只想说世界变化太快 我有些跟不上你们的节奏 赵可欣微微一笑 招呼着大家一起上楼 扬言他要请客 让他们几个随便点 刘锦瑶他们一行人 边用美食边听八卦 一餐饭用得很是热闹 赵可欣心情不错 临走的时候还不忘留在府中的众人 于是又分不同的口味爱好 挑选着带走了许多 见他如此 旁人倒是也没说什么 刘锦瑶想了想 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赵可欣都已经带着孩子回过娘家了 怎么会不知道京城最近发生的事情 一个女人就是再大度 听到自己的相公和别的女人 有什么传言出来 心里多少都会有疙瘩吧 赵可欣之前一直没有表现出来 那是因为柳恒鱼直接拒绝了 但那并不代表他就一点都不在乎 尤其是见到所谓的前敌的时候 即使是他 也难免会打量一番 做一下比较吧 立志告诉自己 柳恒鱼是不可能会选择托雅公主 但是有许多事情并不是理智就能够解决的事情 比如感情 所以现在看到托雅和楚居易走到一处 他就真的没有丝毫的担忧了 这样的女子哪个男人会喜欢 说得好听脚拿得起放得下 说不好听点 那就是水性洋花 也许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没有问题 但是这里是中原 连女子最起码的三从四得都做不到 中原的男子会喜欢才叫见鬼呢 哪个家族也丢不起这个人啊 刘锦瑶则是充满好奇 然后他倒是认可了一些人的看法 托雅当时选择柳恒鱼会不会真的是欲擒故纵 是为了试探楚居易的心 不过关于两人之间的关系 他暂且还要画个问号 京城的八卦传播的总是很快 不出一天 定人会有新的内容出现 且传的大街小巷人尽皆知 尤其是这种带着点桃色的八卦新闻 人们更是感兴趣 下午就有了新的版本 楚居易不拢不瞎 有了足够的人手来掌握京城动态 自然是第一时间得知 这种事情不好控制 尤其是如今两人都是风口浪尖上的人物 托雅作为一个异族公主 对于京城的百姓来说 不管是好奇也好 八卦也罢 她本身就十分受关注 且楚居易身为皮毛柿子 却立下赫赫战功 少年成名 柔貌以利 正值仙衣怒马的时候 盯着她的眼睛同样不少 再加上又有之前的传闻做基础 想不火都不行 不过规格女子不知道多少人都在背后偷偷骂托雅不要脸呢 这种朝三暮四水星洋花的女子令人唾气 她凭什么让平王柿子作陪啊 楚居易今年刚刚弱贯 因为当时还在边关 连她的家贯礼都是在边关举行 找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将军家贯 不过因为从她十四岁就一直入手边关 因此身边连个通房都不曾出现 堪称杰生自号的榜样 回到京城 颜侧妃倒是动过心思 想要往她身边送漂亮的侍女 奈何根本就插不上手 若要安排 还有平王济妃呢 哪里轮得到一个侧妃 况且楚君欲如今气势不凡 颜侧妃连与她对视的勇气都没有 更不要说对着她的生活指手画脚了 太后倒是提及过给她安排通房 只是被楚君欲拒绝了 她当时是这么和太后说的 孙儿现在无心于此 也不想让未来的世子妃心中不痛快 所以太后虽然觉得委屈了她 看看当时她的表情 也是知道 终究还是受到了她父王母妃的影响 怕再触及她的伤心事 就不再多提 只是选世子妃之时 却已经被提上了日程 只是她刚回京 还没来得及而已 太后的话音已经放出去 见识过楚君欲的人都知道 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 所以如今今晨多少贵女都盯着呢 身处高位 本身能力又不弱 简直就是女子向往的最佳夫婿良选 几位年纪大一些的皇子都已经娶其生子 是零的还有一个四皇子 但只要是家里不糊涂的都不会选择把女儿嫁给四皇子为妃 四皇子后院那一堆阴阴阴阴阴 没有一个是沈游的灯 把女儿嫁过去 那就是推进了火坑 正好回来一个平王世子 同为皇家人 虽然身份不及皇子 但是真要说起来 楚君欲恐怕比四皇子还要得宠 无论是太后还是皇上 尤其是在她立功之后 该怎么选择 大家都不傻 这么一块香喷喷的红烧肉 被那么多人盯着 就准备找到合适的机会下嘴咬上一口 结果半路去冒出来一个异族公主 公主又怎么了 还不是大楚的手下败将 大家前所未有地团结起来 一致讨伐这个放荡的一族公主 外面的传言一天一个样 楚君欲凡不胜凡 在最后进宫 把自己收集的证据交给皇上的时候 直接请求放假 皇上 陈离今六载 自从回京 也没能好身陪伴皇祖母 所以 想要卸下身上的任务 到皇祖母跟前尽孝 往皇上成全 拿着这些证据 还没来得及看 本来还打算继续让楚君欲帮忙 顺便再陪一下那个托雅公主的 结果听到这话之后 皇上也有些愧疚起来 楚君欲自从回京 好似一直都在忙碌 确实有些不大应该 只是想到那个公主 托雅公主 殿民让你作陪 这小小的要求 朕也不好拒绝 多影响两国团结啊 楚君欲抬头看了皇上一夜 装得再是正经也没有 以为他不知道 皇上就是想要看热闹 不过这话不能明着说出来 于是他为难道 臣离开京城的时间太久 其实对京城 也不是很熟悉 皇上看着他有些无语 在京城长到十几岁 才离开几年 竟然就能说不熟悉 是得了健忘证吗 大街上一如当年 顶多就是新开了些店铺 然后再关闭一些店铺的区别 能有多大变化 说他不熟悉 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他刚想要说什么 就听楚君欲接着道 皇祖母一直怪臣不能陪伴左右 臣也是有心无力啊 哎 看来 又要让皇祖母失望了 皇上差点气笑 这是准备拿太后来威胁他呢 呼啸不得的摆摆手 行了 你去吧 剩下的正在安排 没想到走了几年 你倒是长进了不少 都开始告状了 楚君欲也是知道皇上根本不可能生气 于是就郑重的谢恩 皇上嫌弃的摆手让他赶紧走 真是越长大越不可爱 倒是一派亲密口吻 楚君欲嘴角勾起一瞬 也不废话赶紧离开 憋到时候皇上再反悔 不过想到了什么又回头说道 还有几个关键的证据 暂时没拿到 黄伯父还是等年后再说吧 皇上沉默了一瞬间 他知道也许情况并非如此 不是没有拿到 而是被君欲给扣下 暂时没有交给他 之所以说等年后 是想要过个好年吧 不过即使没有那几个关键的证据 从目前掌握的来看 与他的儿子也是脱不开干系 不管是哪一个都让他感到头疼 他老了 他老了 儿子也长大了 翅膀硬了之后 就开始不服管教 皇上无力地摆摆手 我知道了 你自己小心行事 皇上那有些沧桑的模样 让楚君欲有片刻动容 但是想到那些无辜的战事 他又坚定下来 不管是谁 总是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而不是让无辜之人 为他们的过错买单 这太不合情理 他不允许 太后对楚君欲的到来 自然是十分欢喜 不过说的最多的 还是娶妻之事 太后最近几年身体愈发虚弱 每次生病 最挂心的 还是这个自己养大的孙子 一想到他远在边关战场 总是心情胆战 生怕出了什么意外 如今人好容易平安回来 无论是出于让他安定下来 留个后的想法 还是完成自己一桩心愿的原因 太后都觉得不能再拖 开车半个赏花夜 哀家给你掌眼 你自己若是有心仪的 也告诉哀家 只要是个好的 哀家都不会反对 说着想到了什么 看着楚君欲试探地说道 只是哀家 还是希望你娶贤良温顺的女子 不求他多少才能 但要会帮你打理后宅 让你无后顾之忧 这是怕楚君欲真的和托雅有什么 也算是比较明白地表示 自己对托雅的不喜 那样的女子 哪里是安于室内之人 楚君欲假装不懂 本来就没有的事 他也不想要去解释什么 只是点头迎合太后的话 嗯 皇祖母放心 孙儿若看着哪家姑娘 一定会请皇祖母帮孙儿相看 只是 孙儿也有一个要求 太后看着她有些着急 您有何要求 尽管提 哀家能办到的 一定为你办好 楚君欲摇摇头 没那么严重 孙儿只是想找一个 和孙儿心意相通的女子 对彼此都好 沉默一会儿 她接着道 我不想要重蹈父王和母妃的覆辙 太后听到这话就不知该如何开口 其实当年 平王和平王妃一开始 并非毫无感情 否则 平王妃也不会因为平王宠颜侧妃 而欲结于心 只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太多 人心一变 再不负最初的悸动与美好 不过这话 太后却不知要如何解释 说平王不知珍惜 还是她本性难移 平王妃是太后为平王所选 严侧妃是平王自己所求 所以旁人帮她做的决定 永远都比不过自己所选 所以她可以一转身就不认人 不是自己选的 就不用负责任似的 过去了这许多年 对君欲的影响还是不能消除 太后拉着她的手 有些叹息 唉 哀家不是逼你 总是以你的意愿为准 将来能够陪伴在你身旁的 还是你的枕边人 哀家能陪多久啊 楚君欲主动抓住太后的手 蹲下来把脸埋在她的膝上 黄祖母不要说这种丧气话 您还要看着孙儿的孩儿出身呢 太后抬手摸摸她的头 这是楚君欲少见表达出对她的亲拟依恋 太后心中有些感动 小的时候她就一个人冷冷的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的样子 这次回来又是一声肃杀之气 太后是真的怕她就这么一直冷冰冰的像个冰块 以后谁受得了啊 眼眶微微发酸 好 哀家 好好活着 看着你娶妻生死 楚君欲微微点头 又转移话题 说了些别的 她知道太后虽然身体愈发虚弱 但却并非游进灯窟之相 只要让她有个盼头 精神总能好一些 她这几年都不在太后身边孝季 却也总记挂着太后的身体 这次从边关回来 就带了不少药材 对她好的人有限 她总会记在心间 楚君欲倒也不是撒谎 每日总会陪着太后待一会儿 因此等托雅再次以游览京城为名 找她做向导的时候 就得到皇上重新安排人来 替代楚君欲的消息 霍雅得知消息之后 沉默一瞬 就笑着接受这个决定 她并非愚蠢之人 楚君欲这么明显的拒绝之意 不要太明显 而且 从这几日的相处中 也能够看出来 楚君欲对于自己的处境 一点都不担心 她有足够的能力 和她的父王抗争 且平王正如她的封号一般平庸 压根就不是楚君欲的对手 本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发觉不行之后 她会迅速重新拟定计划 情啊爱啊的 在大局面前一文不值 她得首先保证自己活下来 所以她还对传话之人说道 这几日 托亚对世子多有劳反 还请您回去 帮忙传达 托亚心中最诚恳的谢意 态度这么和气 连传话的太监 都差点有些反应不过来 第六十八章 上 完 感谢收听 由最皇林为您播讲的 柳家七娘子 本以为这是个陷入感情之中的女子 会比较难缠呢 没料想 人家一点都不在意 看来还是他们这些人想多 人家托亚公主 分明就没有别的意思 于是对托亚的态度 就又变得郑重了许多 笑着答应 一定会帮公主传达到 托亚不在意的笑笑 随后的几天 该如何便如何 一直到除夕 受到皇帝的邀请 进宫参加公宴 好生感受了一番 中原的春节气氛 不过年后 可能就要忙碌起来 托亚这次跟随前来中原 可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事情 还要解决俘虏的问题呢 只是他着急也是无用 朝堂规定 初五开始恢复上朝 也就是说 这几天都在假期中 大年初二出嫁 女回娘家之日 柳国公府也是有来有回 府中能够回来的 也是刘锦瑜和刘锦芳 不过没想到的是 刘锦菲也回来了 大喜之日 都到门前了 总不能把人拒之门来 只是看着他都没有多少真心 就连刘锦芳和刘康 都受到了热情的招待 相比较而言 刘锦菲确实是被冷落了些 但是这又怪谁呢 他一个人回复 穿得倒是十分华丽 却给人一种外强中干的感觉 刘锦瑜带着孩子 还有张哲作陪 刘锦芳也是被刘康 小心翼翼地照顾着 来到国公府 但是四皇子 是绝对不可能 陪着刘锦菲回娘家的 就算是他自己乐意 丽妃也不会同意 丽妃看中的四皇子菲 是他娘家侄女 这可是他嫡嫡亲的 哥哥家的女儿 本来就得他宠爱 之所以没有早两年讨过去 那是因为他年纪小 这不 刚刚吉吉 立刻就定下了日子 五月天气正好的时候 准备给四皇子娶飞 这也是刘锦菲着急的原因 丽妃对她不喜 这一点她一直都知道 觉得她长得太过勾人 会带坏四皇子 而四皇子菲又是四皇子的表妹 两人打小认识 又有丽妃护照 以后还有她的好日子吗 所以她回来 也是为了和柳国公府缓和关系 娘家的支持太重要了 这也是她出嫁之后 才切身体会到的 以往每次都说要守望相助 以后娘家给你撑腰 在夫家才能站得稳 她没有那么深的感触 一时一起用事 结果在出嫁之前 就把娘家给得罪了个遍 现在总算是尝到了苦头 刘锦芳当时在国公府 就是个透明人 如今竟然比她待遇 还要体面 嫁了一个寒门学子 能有什么出息 她不明白 这些人为何放着她这个侧妃不巴结 偏偏去巴结一个什么都不是的 一时心中苦涩 在这里处着也是尴尬 索性去找她姨娘 夏姨娘看着女儿回来 自然是十分高兴 眉眼都笑开 觉得女儿就是出息 如今贵为皇子侧妃 那是黄家人 多风光体面啊 她是再也没有想到 她的女儿能够进入皇家的 真正跟做梦似的 所以就一脸欣慰地 拉着刘锦芳 瘦了 你是长家太辛苦吗 皇子府里 那燕窝人生什么的 总是不缺 你也补补身子 早点生下一儿半女的 你的地位也就稳固了 她一直以来最大的遗憾 就没能给三老爷 生个儿子 若是她能够 生下一个儿子 那三房还有销 是什么事啊 得亏大皇子 三皇子 他们年纪 比大小姐年纪大太多 否则指不定 就把女儿送进宫去了 还是她的锦妃争气 差点就成了 四皇子的正妃 想起这个 她就不由怨念 当时釜舟 若是帮你一把 你也不必这般辛苦 还名不正 言不顺了 这是怪当初柳国公府 没有帮助刘锦妃 争取四皇子妃的位置 不仅是下一娘心中 这般想 就连刘锦妃心中 也未尝没有想法 提起这个 就伤心难过 一娘 莫非要给四皇子 取正妃了 我以后可如何自处啊 四皇子 取正妃 那是早晚的事情 夏姨娘 也是一点法子也无 她还能阻止 人家皇子 取妻不成 然后就开始抱怨 当初国公 府冷血无情 都是一个府中的女孩 为何就不能帮你一把 等你成了四皇子妃 还能忘掉她们的好 到时候 什么好处没有 说着 就看向恒翠月的方向 恶狠狠地道 一定是那边 看不过自己的女儿 没有你嫁得好 给阻拦下来的 一定是她使的手段 否则你爹那么疼你 怎么可能会不管你 说到这里 又开始伤心自己的事情 哪边 也不知道给你爹 下了什么迷魂药 你爹现在 都不怎么来我们院子 刘锦菲也算是看出来了 她姨娘只会哭 一丁点忙都帮不上 她本来心情就比较烦躁 被夏姨娘这么一哭 就更是头疼 她是回来寻求帮助的 不是来听姨娘哭诉的 于是她抓住夏姨娘的手 姨娘 你一定要让我爹帮帮我 丽妃也不知道 是从哪里得知 她在国公府不受待见 现在更是不把她看在眼里 丽妃出生不高 娘家侄女自然也是如此 当初本来还有些害怕 有个身份高的侧妃会压制正妃呢 自从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 就不再把刘锦菲当一回事 而她又长得太美 最是容易勾的男人心仰 丽妃就怎么看她 怎么不顺眼 这活脱脱的狐妹子啊 有她在 她那娘家侄女只是清秀 根本就不够看 会喜欢刘锦菲才怪 夏姨娘愣愣地听她说完 心疼得不得了 搂着她就开始保证 你放心 姨娘 一定求你爹多多帮你 我儿受委屈了 得到保证之后 刘锦菲心中是松快一些 不过还是要回到前院 她还要跟她那个大姐处好关系 内阁大学士可是减在地心 即使是宫中的妃子 也不敢过分招惹 丽妃若是知道 她和内阁大学士的儿媳姐妹情深 总是要顾忌一些 刘锦菲一向严肃厉害 刘锦菲虽然想着 要和大姐好好打关系 倒是等看到她之后 却还是有些犯处 想到平王世子已经回京 当时那么在乎刘锦菲 也不知现在是何种光景 不过不管如何 刘锦菲总是要比大姐好相处得多 于是她就开始笑着和刘锦菲说话 刘锦菲看了他们一眼 倒是没说啥 小七可不傻 想要糊弄她 也要看看自己够不够格 是 小七是脾气比较好 但是不代表人家就没脾气 当时刘锦菲那么说小七 是谁给她的自信 觉得小七还会一如既往地待她呀 果然 刘锦菲也能够笑着与她寒暄 却再也不会走心 旁人兴许看不出什么差别 但是身为当事人刘锦菲的感受 才是最清楚的 刘锦菲对她那份疏离 是对待陌生人的态度 她心中着急却也无法 最终不干不干的用过膳就告辞离开 而刘锦菲因为不能多耽搁 所以是傍晚时分才离开 刘锦菲直接就被留在了国公府 反正刘康家里也没什么人 胡姨娘自食万分欢喜 夏姨娘却委屈地落眼泪 她是再也没想到 她女儿都成了四皇子的侧妃 还这般不受重视 有太多事情想不明白 刘锦菲则是不停地叹息 私情不明白 自家小姐是怎么了 连忙询问 结果刘锦菲只是十分高深莫测地来一句 人啊 就是不能走错了道 私情 小姐这是怎么了 有些听不懂她的意思怎么办 见私情一脸茫然 她笑着摇摇头 没事 你家小姐我 就是有感而发 听不懂也不再问 私情觉得小姐就是小姐 总是会说一些旁人听不懂的话 然后她就问道 小姐 平王世子给您送了这许多礼物 您还要回礼吗 年前 储君也不知道是犯了什么病 让人给她送了一件白色狐狸皮的斗篷 颜色纯正 一根杂毛都没有 雪白雪白的 很是漂亮 一看就知道价值不菲 刘瑾瑶也是发愁 在自己的小库房里来回寻摹 也还是没能找到合适的 她觉得她已经算是很富裕的 但是和储君相比 真是不够看得很呢 所以等朝堂开始恢复早朝 甚至都已经处理好了俘虏一事 然后托雅一行人 干脆带着赎回来的俘虏 离开新城之后 她都没有想到 一下子注意力就被转移到了托雅身上 还纳闷呢 她不是要选一位夫君吗 怎么走得这么干脆 而且朝堂效率好高啊 还没到元宵节就已经处理完了所有的事情 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 总感觉把俘虏带回来和托雅的事情 有些虎头蛇尾 前面搞得声是浩大的 然后敲没声息的就给解决了 不过敏感的人还是感受到了一种紧张和紧迫感 又和美宁的元宵灯会加强守卫大不相同 那就是最近锦衣卫出现的有些平反 常在官场 这点观察力还是有的 立刻就有人意识到要出事 锦衣卫只属皇上管理 专门负责守卫皇上安全和收集大臣罪证 每次他们出来都有人要倒霉 这一次会是谁 在官场上的人不论大小 还真是没有干干净净的人 多多少少的都贪点 这是潜规则 你要是真的一点都不贪 那你的官也别做了 大家都贪就你特殊 显得你多清高似的 既然不能同流合乌 那么你还真是不适合这个官场 不过大多数人都有个度 皇上也不是真的不知道 多少年公开的秘密了 谁也不会说什么 但是那是没事的时候 真要有人想要整你 即使是行业潜规则 那也是错 这就是你的把柄 给人递一个把柄之后 才好相处 不过一般这样的事情 是不会惊动锦衣卫的 锦衣卫一出 那必定是大事 许多人晚上都开始睡不着了 元宵节一过 朝堂上就爆出一件大事 可谓开年第一案 二皇子岳家陈恩侯府 以陈恩侯府嫡子李云祥为首的众人 利用职权之便 打着二皇子的名口贪污军饷 至于二皇子有没有涉及其中 那就忍者见仁 智者见智了 楚军玉亲自带着锦衣卫去抄家抓人 一时间 京城陷入绝对紧张之中 大街上来回行人都变得极少 只要一听到锦衣卫出动的声音 那宝准又是一个官员落马 呼喊声 震天响 这次抓人行驶的是绝对暴力执行 每到一处 不管不问 直接进去抓人 老若病如 一个都不会放过 楚军玉一身黑衣 面容冷酷 腰间一把宝剑 但凡遇上反抗 直接见血 之前对他的印象有多好 这会儿看到他就有多恐惧 一时间 连百姓看到他都忍不住打冷战 整整忙碌了半个月 把该抓的都抓了 该省的也都省了 之后斩首的斩首 流放的流放 行动之迅速令人扎舌 想要假装没有注意都不可能 大家还处于懵逼的状态 这件事情 随着楚军玉凶残的民生彻底传开 就一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落幕了 让那些想要走关系求情的人 都没来得及准备 当然还有一个人没死 那就是李云祥这个祸害 他拿出了家里的免死金牌 不过随着这个免死金牌的拿出 成侯府也彻底没落 虽然始终没有说二皇子 是否直接参与或授命 也没人去审他 但是大家都不瞎 二皇子也一直战战兢兢 惶惶不可终日 直到世界落幕 他都不能睡一个安身觉 与二皇子府的幕僚商议了多种对策 只要皇上询问 他就推得一干二净 就说这件事情自己是无辜的 一切都是李云祥做的 他是冤枉的 只是被无辜牵累 反正每次动手的确实是李云祥 二皇子还不算太蠢 始终都没有露面 但是偏偏皇上采取了这种措施 自始至终略过二皇子不说 还迅速地处置了主要犯人 给人一种掩人耳目的济世感 而那些被处置的人 偏偏还都是二皇子一脉的 不想多都对不起自己 整件事情看起来 是皇上在袒护二皇子 但是其实质是把二皇子架在了火上烤 这种事情有时候不说 比说效果还要好 第六十八章下完 感谢收听由最皇林为你播讲的 柳家七娘子